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 许多消费产品的价格在过去这十多年 是上涨了真是不少 尤其是许多地段的房价 在过去这几年的涨幅甚至达到五成以上 如果只靠薪水成长 光是要存到买房头期款 都需要热井裤袋了 更何况是要达到财富自由 满足自己的退休规划 那真的是很难了 准备退休金当然是要长期抗战 越早规划 着手进行是越好 否则是一旦遇到股灾像去年那样 如果没有躲过 资本可能就要大幅损失了 去年台股全年重叠超过两成 不少人就哀嚎说赔了大钱 但是根据吉保结算所旗下 基金交易平台基附通的大数据显示 如果投资人采取是定期定额 再加上又能买对基金 这不但可以安度股灾年 而且还可以有正报酬 可以进一步是累积退休资本 欢迎收看今天才知道我是阮木华 随着医疗越来越进步 人类的平均寿命也逐渐延长 以目前台湾人的平均寿命 大概在80岁上下来看 40岁到50岁的中年族群 在做退休规划的时候 真的应该要假设自己可以活到90岁 而且20岁到30岁的年轻族 应该要假设自己搞不好可以活到100岁 也就是65岁退休之后 你至少要准备35年的日常开销跟医疗费用 这样试算才会比较保险不是吗 免得落落了老了之后 钱不够用的窘境 那对于年轻族群来说 如果是25岁工作65岁退休 要在40年这样的职场生涯之中 存到退休后35年的花费 我看起来这真的是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讲实在的 其实退休规划不要把它想得非常难 也不要惧怕它了 从实际的统计数据来看 2021年10月初 台股加权指数差不多在15600点 随后的三个月 不是大涨到18600点附近吗 但是呢之后就一路大跌到去年10月底 最低跌到12600点左右 哇这跌的投资人是感到心惊惊 然而我们根据基附通统计 从好好退休准备平台上面的 五大类的基金来分析 如果投资人采用的是定期定额的投资策略 到今年6月底 这些基金都已经转成正报酬了 以最近一年来看 表现最好的是台股基金类股 定期定额平均有20%的表现 成立以来表现最好的 则是目标日期型 定期定额的平均报酬率是超过11% 那从台股加权指数 历年的绩效来分析 过去20年的年化报酬率大概有7% 也就是说 资产平均经过10年就会翻倍 40年之后可能成长16倍 这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复利效果 也就是说用七二法则来计算 当然也有人会倾向自己选股来做投资 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讲 因为没有办法专心看盘 你要上班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好好研究股票 你下班之后还要照顾家人 那要赢过有专业研究团队 而且天天看盘的法人 讲真的真的是比较难 所以一般大众比较适合的投资方式 就是定期定额投资基金或者ETF 当然有闲钱的话 可以再锁定几档自己看好的个股 来研究投资 另外除了我们大人要赶紧做好 退休金规划之外 其实我个人觉得 理财投资应该是全民的功课 爸爸妈妈应该鼓励子女参加投资 养成理财的好习惯 让孩子们趁年轻就开始储备成长基金 像是以退休投资专案 颇受市场好评的基附通 最近在好好退休准备平台的架构下 也针对实际年龄未满20岁的年轻族群 开办了好好长大的活动 除了精选适合的基金 提供投资人参考之外 只要是符合身份资格的客户 就可以获得平台终身零手续费的优惠资格 所以讲白了也就是省了投资成本 对于拥有时间成本优势的年轻人来说 这实在是省很大 虽然这几年台股加权指数的波动不小 不过以市场这个雄短牛长的特性 这样的长期趋势来看 其实长期的投资绩效不会差的 更何况台湾在过去十几年来 算是处在经济几乎没有明显成长的情况之下 股市都还可以有不错的表现 所以只要科技持续进步 大环境不要太差 其实可以放心期待整体股市的成长动能 再加上透过定期定额投资 跟挑选合适的投资组合 不仅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也可以让资产享有时间 还有耐心带来的复利效果 让自己更快的迈向财富自由 请问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吗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就不会错过芯片咯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周一到周五 Like Today的理财影音分类准时上线 我们下期再见 第二个字幕并且表现 请订阅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个字幕并且亮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